2018年7月8日,知名导演罗汉正在剧组指导拍摄,突然一群警察进来不由分说将他带走。 一名叫安吉的女服装师声称,自己今天去罗汉家给他看演员服装时被罗汉强奸逼殴打,且证据确凿。 名导演强奸案一经报道迅速引起舆论狂潮,许多人围在警局前抗议要求严惩罗汉。 很快,法官宣告,判处罗汉十年有期徒刑,然而他却坚称自己是冤枉的,是警察篡改了DNA报告。 于是,他的妻子找到了律师塔布,聘请他为罗汉辩护。 塔布看过案件相关资料后发现,确实有许多可疑之处。 第二天,他来到监狱要求罗汉告诉他事情真相,不然不能为他辩护。 罗汉表示会说出一切,但是不能在法庭上承认,被妻子知道。 得知真相后,塔布接下了这个案子,向法院提起上诉。 很快,法院开庭,安吉的律师正好是塔布的学生甘地。 由于不能说出真相,塔布只能从证据的书漏上入手。 他提出,这个案件的证人没有被彻底盘问过,并且关键证据处理不当,尽管链有待商劝。 甘地丝毫不慌,让安吉说出了案发当天的具体经过。 7月8日上午11点左右,他被安排去罗汉家,给他看下次拍摄时演员要穿的服装。 罗汉让他坐到自己身边,随意看了看衣服后,支开女佣,开始对他动手动脚。 安吉不停挣扎反抗,罗汉便对他进行殴打,随后拖入卧室实施强奸。 过程中,安吉抓上了他的背,甘地还出示了法医鉴定报告,证明安吉体内的确有罗汉的经验,身上有多处被殴打的痕迹。 罗汉床上有安吉的头发,床底有安吉头饰上掉下的花,并且有证人表示,前几周看到安吉从罗汉车上下来时,衣服跟头发都被弄乱了。 安吉当时直接冲向浴室,没有回片场。 因此,甘地认为罗汉是个连环捕食者,利用直犬侵犯女性。 塔布不甘示弱,请出了审问罗汉的警官。 他查出这个警官曾用一个固定电话打给罗汉进行勒索。 罗汉也出来证实,该警官一开始向他索要200万,遭到拒绝后再次打电话胁迫索要500万。 另外,该警官还曾扣押过罗汉的手机,两天后才还给他的妻子。 按照规定,警官是无权扣押被告手机的,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删除通话记录。 并且,他还扣押了案发现场的床单,直到五天后才交给法医鉴定,他的做法令人怀疑。 塔布表示,案件中最重要的证据,被一个腐败且有偏见的警官非法扣留。 监护链已经被破坏了,警官很有可能篡改和污染了证据,因此他提出将罗汉无罪释放。 经过休庭商议后,法官宣布,警官虽然破坏了监护链,但他没有科学知识和精神智慧,据篡改和污染证据,因此没有理由宣判罗汉无罪。 塔布不依不饶,提出另一个可疑之处。 根据监控显示,罗汉家的保姆当天11点18分出门,11点40分回来,证明罗汉实施强奸的时间是22分钟。 当天,安吉穿的是紧身牛仔裤,在安吉强烈反抗下要脱下来不容易。 塔布提出22分钟不足以对安吉实施强奸,而且,警察询问了所有邻居,没有一个人听到安吉的呼救。 还有,安吉称罗汉殴打了他,但警察忘记检查罗汉的指甲,也就不能证明罗汉的指甲里有安吉的血迹皮肤。 听到这,甘地站起来表示,安吉抓上了罗汉的背,从他的指甲里的确检测出罗汉的血迹皮肤。 塔布则有不同的解读,他提出,如果有人反抗,会把施害者推开,反抗标记在身体前面很正常,比如胸部,手臂或脸上,而不是背上。 罗汉背上的标记应该是热情的信接触留下的,塔布表示,罗汉与安吉7月8日的确有性行为,但不是强奸。 这是事后安吉以强奸罪提出的虚假的报复性指控。 罗汉的妻子再也听不下去了,愤然离开了法庭。 休庭期间,塔布一直在收集罗汉无罪的证据。 助理给他打来电话,说安吉的邻居当天看到了一件事情,但他不愿出庭作证,就通过电话告诉了塔布。 庭审再次开始时,塔布提问了安吉的哥哥,哥哥是个脾气不好的人,当安吉回家时告诉他自己被强奸后,哥哥觉得安吉给家里丢脸了,便动手打了他。 法庭上,哥哥不得不承认了这件事,安吉脸上的伤其实是哥哥打的。 这时,甘迪又提出,安吉大腿内侧也有伤,这不可能是哥哥打的吧。 塔布表示,这可能也是一种伴侣见的情趣,甘迪一脸不可置信。 随后,塔布又问安吉,为什么在车上被罗汉骚扰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,而且还要一个人前往罗汉家中。 塔布断定两人有外遇,所有的事安吉都是自怨的。 甘迪表示,塔布这些说辞都没有证据。 随后,塔布拿出了一个硬盘,声称里面是罗汉车内闭录电视的影像。 正当他要播放影像时,安吉却出声阻止了他。 塔布认为他是心虚了,并不想让众人看到影像内容。 法官让塔布继续播放,塔布却说没有必要了,一切已经明了,而且硬盘里没有影像,只是炸一炸安吉而已。 硬提出虚假证据,塔布在审判结束后将被吊销执照六个月,他也只能接受处罚。 接下来他又问安吉,7月4号是否跟8号一样乘坐电梯去过罗汉家。 安吉点点头,通过监控显示,8号安吉没有绑头发,4号则带了鲜花头饰。 所以在罗汉场底下找到的甘花,其实是安吉在4号留下的。 甘底子表示,即使他们有外遇,安吉4号是自愿的,也不能表示8号也是自愿的。 根据刑法第375条,自愿和允许每次都是必要的。 安吉大腿内侧的伤就证明他8号不是自愿的。 下一次庭审中,塔布再次出示了证据。 他通过监控得知,安吉8号从罗汉家离开时,走的是楼梯而不是电梯,他为什么要撒谎。 在他解释之前,罗汉要向法庭公认。 他是在6个月前认识安吉的,当时安吉只是片场的初级服装助理。 他开始没有留意到他,直到有一次安吉偷拍罗汉被他发现,这才注意到了安吉。 几天后,罗汉凌晨4点到达片场,看到了安吉画的服装设计图,对他加深了印象。 随后让他叫男助理送一杯咖啡到自己车厢,但最后却是安吉将咖啡送了过去。 罗汉顺势将他压在墙上,眼看就要吻下去,安吉却拒绝了。 他表示自己之前并不知道罗汉已经结婚。 罗汉这个渣男为了得到安吉,让他成为了自己剧组的服装设计师。 两人的外遇就此开始,他们经常在罗汉的另一个公寓优惠。 安吉慢慢地对罗汉产生了占有欲,想让他与妻子离婚,跟自己在一起,甚至开始调查妻子的一切。 罗汉细思极恐,十分生气,两人在车厢里大吵一架,罗汉拿回了公寓钥匙,将安吉赶了出去。 可7月8号,安吉打电话向他道歉,于是两人又发现了关系,当然都是自怨的。 他不表示,罗汉虽然不是什么好男人,但也绝不是抢奸犯。 至于安吉8号为什么走楼梯离开,因为那里没有监控录像。 他在楼梯间故意撞伤了自己,罗汉并没有报答过他的身体,而是报答了他的思想,他的精神,他的尊严。 这个强奸案是他的报复。 随着外面的暴动愈演愈烈,法官终于宣判。 据刑法规定,如果男人对女人使用职权,他们的性爱被医学证明, 而女性在法庭上承认不是他自怨或允许,那么法庭必须相信他。 因此此案将维持原判,判处罗汉十年监警。 看着被带走的罗汉,安吉泪流满面,他对甘迪说。 甘迪愣在原地,开始怀疑人生。 晚上,他来到塔布家对他说。 Sir, I don't think justice was done. 塔布回答。 You'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justice. You're in the business of law. 影片名叫《刑法典》第375条,根据真实案例改编, 真相、正义、法律,其实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东西。 却往往在大众眼中对着三者的期望是画等号的。 但是艺术不是生活,现实才是。